麵條 趕快吃 我們請美女趕快來吃 然後這個的部分 感受怎麼樣 其實它會跟我們一般吃到的 市售麵條不太一樣的地方是在於 它的Q度是有的 但是它多了一種特別的清香氣 這個清香氣你真的很難形容 你不會想到說我們常常生食 或是打成果汁加牛奶加布丁的酪梨 竟然可以做成麵條 對 我懂了 因為一般那個鹹麵條 都一種鹹鹹的那種 一個味 它這個的話就是我們在做麵條的時候 其實我剛才有說過我們在考慮的時候 是針對老人跟小孩 所以我們那時候有把鹽降低 所以我們的吶含量非常的低 對就是不鹹 對 吶含量很低 對 其實我們的麵線也是不鹹 所以很多客人買回去我們的麵線 他就說麵線一般正常來就是很鹹 我說沒有你一定要加鹽喔 要不然你會覺得它沒有味道喔 沒有味道 它的確沒有味道啊 對 然後我就說其實你可以慢慢的吃 它其實吃的時候是可以吃出它的香味 然後它的Q度會比一般的麵條來得Q 對 那這個是我們直接撈起來嘛 對 其實它已經泡在水裡面一段時間了 對 你可以試試看它其實泡在水裡面一段時間之後 口感不一樣 它沒有什麼 它的口感不會像一般的麵條泡在水裡面 會整個糊掉 它不會爛掉 它不會爛掉 不會爛掉的原因是因為麵粉本身的問題 還是用酪梨的關係 它其實是因為麵粉本身的問題 然後再加上酪梨 然後再加上烘烤的技術 對 就是原物料的比例跟製作的方式 我覺得 純天然的食物就是完全不一樣 它只要煎一點油醋 對 就很讚了 其實我們通常會建議就是比較天然 那像現在夏天的話 就很多消費者會把它做成涼麵 就是也是像這樣子把它煮好之後立起來 然後加一點小黃瓜 加一點控梨啊 對 這邊 等一下 等一下 你要加甜 你要另外一個 它有幫你切另外一個 剛剛我們講的就是 比較含水量沒有那麼高的鳳梨 然後還特別做擺盤喔 你沒有吃過酪梨麵配鳳梨嗎 好 其實我跟你講 我上次 我上次有一次 就這樣了 在台北的消費者 我特別真的是用水果 然後搭配我們家的麵條 然後我們是用鳳梨加火龍果 然後加香蕉 客人超愛的 他們說非常的輕鬆 但是熱的麵也可以對不對 對 這個甜味跟 你要搭著麵條一起吃 你這一款鳳梨的甜味跟它剛剛又不一樣 不一樣 含水量的關係 它這個含水量沒有那麼多 對 可是這個味道好 好濃 很舒服 對 對 可是我們一般消費者挑不出來對不對 是 沒關係挑趙家愛我芒果就好 很厲害 這個鳳梨厲害 這個水費沒那麼多 然後它的肉更紮實 對 它的肉很紮實 怎麼變成我在吃 對 這個涼麵 這個組合是不是很棒 厲害 最後五分鐘 我們來推廣一下台東的觀光好不好 你要告訴我們 你除了 把媽媽的愛心延續之外 然後你要告訴大家 其實台東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台東過去大家覺得好山好水好無聊 但其實現在 在各地農會 在縣農會的帶領之下 其實現在的台東真的是好山好水好好玩 山上它怎麼逛 山上的話 這邊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一定要跟大家做個介紹 這個是我們台東每年到八月一定會有的金針花季 那金針花季呢 大家看到的常常都是滿山遍野的金針花 滿山遍野的金針花 會覺得奇怪了 文耀哥你聽過金針花嗎 有 你知道嗎 金針花它其實屬於宣草科 現在有人講宣草科 但過去它是金針科 就是科屬種的關係 它叫一日花 它很快就卸掉 對 它百合科一日花 它開起來跟百合很像 大家早上回去還沒開花 就先把它摘下來 如果你想要看金針花 那你就不能摘金針 那我們在吃的是金針 而不是金針花 還沒開花之前的金針 對 所以如果你要吃金針的話 就要採綠綠的還沒開花的這個 所以如果走山線的話 你會帶我們去看金針花 吃金針 是 還有呢 這個是八月的時候 八月才有 同樣這個農場 它叫做青山農場 目前它是繡球花季 現在六七月是繡球花季 繡球花季 滿山遍野的繡球花 為什麼這個老闆會這樣種 是因為金針 其實它的產期很短 就大概兩個月的時間 那它不可能一整個農場 就一年只開兩個月吧 對 那老闆跟你一樣很會講話嗎 老闆比我還會講話 下次請他來 跟我們帶我們來看看 到底講什麼樣子 我們這些手上的明星片 都是老闆自己拍的 自己拍的 那拍的是他們園區 就是農場裡面的景色 看到的景色 包含日出 然後它的繡球花 還有它的金針花海 我覺得多虧了它 把台東當地的觀光 能夠把它帶起來 還有再來三星海去哪裡 還有這個 這個 有沒有看到這一顆黑黑的 還綁一個紅絲帶很特別 酸鹹茶是不是 它叫做 陳皮茶 陳皮茶 它這個名字有點右口 這個剛好喝那一瓶 剛喝那一杯 剛喝那一杯 我覺得它味道淡淡的 沒有很重的味道 對 因為它用的茶葉是 清香烏龍茶 對 清香烏龍茶 對 然後外面那一層 其實沒有鹹鹹的感覺 沒有 再來 海鮮 海鮮的話 就是這個很特別的 倒流香 大家可以去做DIY 也是我們台東在地的產業 都是台東在地的產業 好 好 好